斗鱼有两大女主播 陈一发和冯提莫 他俩一直以来都是斗鱼的台柱子级别的主播 基本上每次都能稳坐排行榜前几名 足以证明他俩的实力 以前大家对他俩的印象就是 冯提莫是个惹是惊 天天到处惹是 陈一发反而比较清静 结果现在陈一发捅的篓子 大到冯提莫一堆负面新闻 加一起都比不过他 那么陈一发这次捅的篓子是啥呢 众所周知我国曾经经历过惨痛的侵略战争 所以这段历史一直都是国人心中的痛可吃骨 没人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毕竟做了就是民族罪人 结果这个谁都不敢碰的地雷 让一个人给引诈了 没错 他就是陈一发 陈一发在直播期间竟然拿清华战争 东三省轮件和禁国神社参拜来调侃 这下子可不得了 吃瓜群众手里的瓜瞬间掉在地上摔成两半 这啥情况啊 说好的惹事 怎么直接变捅脓子了 虽然陈一发在事后盗窃 并且深刻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完全没用 因为斗鱼直接先下手为强 直接把他给封了 可能许多人会那么闷 斗鱼就真的下得去手把自己的招牌砸了 然而事实是 斗鱼如果不先下手为强 可能他就要完蛋 陈一发这次的事情涉及到辱华 是民族耻辱级别的 斗鱼必须要给上面一个交代 而且是主动减好 这样虽然会损失一个招牌 但换来的是整个平台的正常运营 不然如果动上面动手了 那就不是封一个主播这么简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